OK 来来来 大家 你看一看你的课本 的75面 OK 那些用马来文的人 我也是劝你看一看 英文的 因为 我们每次看到的 都是英文的 以后啦 这个呢 因为我现在要讲的东西 它不是 不是考试会 真的是叫你写出来的东西 So 马来文 真的是不要紧 OK 那个题目的东西 我会再教你看 那个马来文的话 英文 这个是理解的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 OK 好处坏处啊 这个75面 OK 这个是在讲 你有没有 eligible for a credit card 就是你能不能 银行会不会给你 出 credit card给你啊 OK 有几个条件的 你要21岁 and above 因为21岁 在法律上 才是属于成年 OK minimum income of 24,000 ringgit per annum 至少你的一年的 的薪金是24钱 也就是说 你的薪水是一个月 2000块 或以上 他才会出银行 那个 出 那个什么给你 或者是你可以meet 而且呢 你还要meet他 其他requirement 那个银行 会有其他的条例 你一定要meet得到 达到的 OK 还有require salary slip 他会要 你的公司啊 出薪水单 来啊 就是你的公司 会出薪水单给你嘛 你要交给银行的 或者是其他的 有关的那个文件 可以支持 可以讲 你有赚这样多钱 OK 一个月2000块就可以了 其实 不过他会给你的卡 可能比较低啦 不过也是好了 OK 接着啊 so credit card users啊 你一定要小心的东西 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应该要交流 我不应该跳过啦 OK 就是你的credit card的资料 不可以给外人 不可以给stringers 我相信这个你应该知道 银行的东西啊 卡的东西啊 那些资讯资料呢 当然肯定是不可以给外人的 而且credit card 它前面是有一排号码 对吗 后面还有三个号码 三到四个号码 那三个号码 是不可以给人家 如果它有你前面的 那个卡的号码 它又有后面的三个号码 基本上它已经可以 上网买东西了 它不需要你的签名啊 什么了的 你知道吗 有一些 它有安全的措施啊 有些银行 它会 如果你在上网买东西的时候 它会send一个 六个号码来你的手机 你要从手机看了 那六个号码 再填回那六个号码下去 然后它才可以买到东西 可是有一些 没有这个安全措施的 就是它可以 或者是比较小笔的钱 它可以直接用了 你知道吗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那些资料不可以给人家 或者是有人打电话跟你讲 等一下我会send一个号码给你 你send回给我 这样 OK 那个是很多人 骗人的手法 OK 还有一个就是 你的credit card 会有pin number的 你要记得它的pin number 所以你买东西 现在好像是250以上 250以下 你可以wave 就是 叮就可以了 也就是讲你卡掉了 人家可以拿去 叮 250 第四次 就100块没有 1000块没有了 知道吗 可是 如果它超过250 要签名的吗 是不是 sorry 不是 我活在以前的时代 它要你按pin number 所以你的pin number 千万不要写在卡上面 因为人家可以照用了 这样的话 OK pin number就是六个号码来的 你的银行卡的 记载头脑的那个 password 好像password这样 那个叫pin number OK Check the transactions in the credit card statement received at the end of the month 所以你在月围呢 通常你就会收到email 或者是上网自己查 那个credit card的statement so你要 你要检查一下 你那一个月用的东西 是不是一样的 OK 这些都是你要 注意要自己要做的东西来的 如果你 该天开始工作了 你有了credit card 那是一份责任感来的 知道吗 OK 接着 大家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你可以大概读一读 刚才有提到了的一些 20天 你知道吗 通常是20天内 还的话 就是free 就是没有charge 不是free 就是没有charge 然后呢 还有呢 有什么东西 payment interest free period total balance minimum 50 OK 通常呢 那个minimum balance 我们讲啦 最低一个月要还多少钱 通常是大概5% 或者是最少50块 也就是说 let's say 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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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千块 容易算 OK 你用了10千块 你一个月最少要还10千块的5% 那个是他的minimum payment 你就不会被额外charge多一个价钱了 OK 所以5% 10千块5%是多少 500块 或者是最低50块 就讲你那个月啊 只是用60块 你最少也要还50块 明白吗 如果你的 那个账单的5% 没有超过50块 你也要最少还50块 OK 如果有超过55%的话呢 你就要还那5% 那个就是最低的 你就不会被charge多一笔利息这样 OK 那个是charge的服务费 OK 如果呢 他讲还有balance OK 多数的bankcharge 是15到18% 大家 所以为什么不应该欠银行 因为是很多的 18%呢 平时哦 房屋贷款啊 车的贷款啊 是几%罢了的 3% 车的贷款 2点多% 好像是3% 4% 哦 可是啊 这个 就是没有超过10%的 可是这个credit card是18% 就讲哦 你的卡10千块啦 一年拿下来哦 你要还1800你知道吗 extra的嘞 额外的嘞 可以省掉的东西来的嘞 知道吗 所以每个月要还清的 OK 正确的用法是每个月要还清 啊 OK 再加上他讲啊 如果呢 你没有还 在interest free period啊 你没有还 还 还完的话啦 OK 最少的 呃 the minimum late payment charge啊 OK 最少他会charge你 你迟还多少呢 就是10块钱 或者是1% 就是讲啦 1%没有超过的话 就要还10块钱 OK 就是额外的charge OK 那10块钱是什么 我现在要教你了 等一下还有东西吗 OK 就是这样啊 大家 来我们看一下 所以这里有两个例子 OK 第一个例子是这样 他在free period之前 没有 没有还 OK 20天呢 就是讲 那20天啊 他没有charge你的那个时间内 他没有还 这个有还到 最低的50块 这个没有还到 OK 没有还到 他就要多一个charge 就是这一个 等一下我开笔一下 啊 倒转回来 刚才我这样按我的笔 我刚才这样按 Oh my god 好痛啊 OK 大家我们看 OK 这个没有还 他就会中charge这个 这个有还了 这里就没有中charge 明白吗 注意啊 等一下啊 OK 说这个没有还 哎呀 这个没有还 就要算这个 还了就不用算这个 OK啊 等一下你要注意啊 好 这个是 interest free period 之内有还 有还到钱 啊 你就charge少一个咯 所以这两个都是额外的 你知道吗 这两个 这个跟这个 都是额外的 啊 就是哦 你你你借了银行的钱 算是credit card 对不对 你一定要还这个咯 啊 如果你没有 没有还 minimum 你一定要还多一个 这个 就是这样 OK 现在啊 算他欠500块 他讲 OK 还没还清的钱 是500块 他连minimum都没有还 啊 OK 你等一下算 所以我们算啊 一年18%的话 怎么算 500块的18% 但是大家 这个是一年的意思啊 你要除12个月 因为他是一年18% 但是你现在是一个月罢了吗 一个月一个月算了吗 所以把18%除12啊 大家 OK 我跟你讲 这个你这样按cognitor 是按不出来的 你要算的是500 乘 18% 或者是0.18 你会用了 对不对 18%是0.18 是吗 再除12 这样做啊 知道吗 如果你按这样18 除非你cognitor 有8% 那个东西 你按下去 可以 有的哦 我看一下 如果你的cognitor 有8% 这个符号 你按下去的话 就可以 要不然 请你把 这个18% 变成0.18 听懂吗 你可以试下按啊 现在啊 看一下是不是7.5啊 OK 500 乘0.18 除12 对哦 7.5哦 就是7块半 OK 所以 现在 因为他这里没有还 他要算这个 OK 所以500块的1% 因为1%半了 所以你算500块1% 请你不要算 不要写500乘1啊 写乘0.01啊 1%是0.01啊 知道吗 我要你换这个啊 OK 500乘0.01是5块钱 可是你记得吗 我们讲最少是10块 所以如果你算出来 没有到10块 他要还10块 明白啊 你算出来 没有超过10块 他就要还10块 如果你算出来 超过10块 就要超过10块 Let's say 你算出来是 35块 就要35块 所以总共啊 那个月啊 他多 他累积下来的利息 是10块跟7块半 他要还多一个 是7块半 你知道吗 明白吗 OK 不明白你要重停 OK啊 第二个例子啊 他有还minimum 50块 所以 以前减掉50 他现在剩下 950了 对吗 你要再写下来 也是可以 一样 乘0.18 除12个月 所以你就会算到 14块两毛半 OK 然后因为有还minimum 所以这个不用算了 就是讲了 那个月啊 他只欠多一个 14块两毛半 就是讲下个月 他要还多一个 14块两毛半 明白吗 他现在哦 不是只是 1950了 他欠 964块两毛半了 这样就是讲 下个月他要还这样了 明白吗 就是这样吧 OK 所以我要你去做一下 这里的念及 这三题 等一下我会再讨论 OK 你看一下 Google Classroom的时间 我会讲几点 post那个答案 OK啊